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旅游的达人 那哥老师我们要问啊 因为过年嘛 总是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你上回说 最好讲一些圆圆 圆论圆论 这些话 猪马猪的体态就圆圆的嘛 好 可是我们的家里 不可能把它布置成圆形 不行 那你要把一些圆的东西 圆的东西是主煞 圆的东西 你看那个圆形的建筑物的周遭来讲 它的生意都是很难做的 不是很有造型吗 没有圆形是主煞 它就是一个反攻 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因为圆形就像一个工 拉满的时候 它到处都是工 可是呢 有些人说对住家不好 可是对做生意来反而是好 为什么 因为圆的东西 它就是有些 反攻就像是路冲的功能 所以它有时候冲 就是你看你的这个 当家的这个人的 那个生意忘不忘 它是忘的 那你抵不住它 那就会生病 所以你在圆形附近的商家 生意都不好做 尤其是住家 商家比较没关系 做生意的商人 店家是OK的 所以讲到圆形 圆形就是主煞 你可以看嘛 你看圆形建筑物周遭的 四次都比较主 增值比较多 那我们的巨蛋还没盖好 我们巨蛋是不是 上不上圆形 你就讲金华城就好了嘛 台北的金华城 我去泰国啦 去大陆啊 也看过圆形的建筑物啊 在珠海我也看过啊 后来我就直接验证 我说那家咖啡厅 生意是不是不好 他说对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看这边一个圆形 然后楼梯这么高 那生意一定不会好了 这是我几年前就有经过的经验 所以圆形的东西要会摆 我们只有说话要圆圆 那水晶球呢 那我们OK的 因为它不是 我是讲整个圆形 你刚才说摆设嘛 那就要特别的注意 那水晶球为什么它还是圆形 水晶球没有啊 因为它房子 它水晶球怎么大也大不够房子啊 它只是在那个方形里面的一个圆啊 那不就是跟我们中国的铜板是一样的啊 外圆内方啊 对啊 那我们地球是圆的啊 所以它不要占多数就好 但是你房子里面弄成圆的那不行 就像有人像你 如果你把你房间的那个门 那个床部变成圆的 你试试看好了 有那种圆的床耶 有啊 你试试看好 你怎么睡都不安稳 有些好像那个旅馆还会 特别为了 每次就被挖起来 就是一直转 对 圆形的就是这样 它就会让你转 你都睡不安稳的 OK 老师有那个不是 那个家伙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床 有 出国的时候 有有 我记得有一次在Vegas的饭店 拉斯维加斯的饭店 就很容易会遇到圆形的床 对啊 对 因为那一块 大概就是那一块的属性啦 因为 呃 早期Vegas的成立 跟美国的黑帮是有关联性的 嗯 所以大概 博弈事业在美国的初期 大概都是黑帮掌控 所以他们就会希望 很多很多的赌客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床上 嗯 所以平常心讲 有道理 所以他们的很多的床 其实都不舒服的 不好睡 不过当然后期的改变 因为整个美国黑帮势力的退出 大概在19 呃 大概95年之后 整个拉斯维加斯 进入的 整个新的变革 就是所谓的娱乐集团 但是平常心讲 娱乐集团还是患脏不患药 嗯 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呃 其他的势力存在 但他就是集团公司化的经营 以娱乐为导向 嗯 但是免不其然 他还是不希望你太多时间 待在床上睡觉 这样的床都不舒服 床啊 有些床很舒服啦 但是呢 他会尽可能提供你更多的娱乐事 娱乐项目跟娱乐的可能性 让你离开房间 让你离开房间 对 哎那你会碰过您的这个呃 因为带团嘛 对不对 是 你那些朋友就是好赌了 然后就不回来 嗯 其实旅客托伴 呃 以观光为目的 其实赌的 比较少 比较少 当然因为我们本身不做赌客团 当然我知道有专门赌博的团 那都另当别论 但是一般以观光来讲 真的比较少是赌博的 嗯 呃 反而就是可能小玩两把有 有没有意外之材的 我也遇过 啊 就是缴税金缴了 快四万块美金的税金 缴税金 光税金就缴得快四万块美金 有多少 哦 对好 大家可以推算一下 嗯 但 以前啊 确实我们有发生过 就是 领队把团废赌光的事情 哇 真糟糕 嗯 不过这件事情 现在是不会发生 以前啦 早期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 早期因为 汇兑不方便 嗯 没有这么多的 呃这个 呃 呃怎么讲塑胶货币或等等之类的 嗯 都是要靠实体货币来支付所有的费用 所以以前领队带团身上弹多现金 嗯 那有一些领队真的把持不住了 进了Vegas 就把团废赌光了 哦 对 这件事情其实早期的旅游业时有所闻 好 对 买花花的银子总是让人家有时候把持不住 把持不住 是 好啦 说到银子 我们大家都希望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呃这个财运亨通 哦 偏财位是吗 哎 我们要讲偏财讲正财啊 哦 应该先讲哪一个 应该是正财比较好啊 因为讲主播 对于一般我们讲偏财 正财就是老老实实的上班嘛 嗯 那就是说偏财的话 像今年虽然已经开始运走了 可是 你是不是在今年时候 你你布局放了开运物品有放对的地方呢 好那今年呢 我再重复一遍 今年是几亥年的诸年嘛 所以呢 呃 偏财位第一个 我们叫守推东 东边就是兔子的位置之所在 他在挂处又叫做正挂 正位的这个地方 又是长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利用像 像黄色的水晶啊 或者有些人放一些皮修啊 或者风水球等等 但是说真的 有些黄水晶跟皮修真的很贵 而且到底有没有被开过光 谁开的光 不知道 那我通常会建议在这个东边呢 你就养一棵植物 就好了 养植物 因为东方木嘛 东方木你就养这个翠绿的植物 呃 叶子不要尖的哈 不要带刺的 然后把它养旺 那一盆养室内 一盆养室外 然后交替养 然后最后有灯光常照它 诶 那这样的话就就会印到说 诶 你家的长子 甚至呢 印到你家的这个偏财位 这个就是呃 今年在几亥流年的时候 比较要注意的 那 那这是偏财 那如果说跟问跟考运有关系的位置 通常我们都知道要走这个 文昌 文昌位嘛 那今年流年的文昌位 2019的文昌位 它的位置跑到正北方去了 那正北方是属水的位置 水的颜色就是黑色 深蓝色 灰色等等的 然后水又 刚好正北方又代表一个数字跟巧思 一个灵感全有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通常我们会建议摆什么 摆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 台毛笔啦 然后或者是上个这个小盆栽啦 然后上面有点水啊 看起来有点书生 这个文文周周那种气质的那种摆设了 那是最好 那如果说你的书房就在正北方 那恭喜你啊 那你真的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家的书房在正北方是文昌位 但是你家隔壁是麻将间的话呢 那这个风水再好有没有用吗 你说书房的旁边是麻将间 就每天一天在打麻将 那你说它是什么叫做贵人方 好 所以贵人方的东西 它不是固定一层不变 它会随着现实的环境而有变动 我在节目中一旦一直在强调一个 正正性的一个命理观念 就说如果把你挑的风味就是最好的 文昌位就是读书的地方 但隔壁一天到晚在打麻将 在唱歌不睡觉 喝酒闹事 我说你在那个环境怎么念书 所以老师在帮你在 呃 调好位置了 对 但是你还是要看隔壁是什么 隔壁有没有臭味啊 什么等等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变化的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两个位置 一个正东 好 一个正北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万一家里面有要装潢的时候 要记得就是有一个位置绝对不能先动土 你可以先动到我刚刚讲的两个极方嘛 例如东方正北你可以先敲 就是说我家里要装潢 你绝对不能先敲西南方 西南方一敲那个刚好是那个五黄煞的地方 明年流年的五黄煞 今年流年的五黄煞 那这一敲下去 第一个倒霉一定会发生在妈妈的身上 哇 一南西南方就是空挂 空挂 空挂就是女生 那万一说家里面没有妈妈只有姐姐 就是印到姐姐身上 她这是女性 所以这个这些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好 这一块呢 我们要留回下回呢 再请哥老师再过重复讲一次 因为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呢 谢谢听众朋友 跟谢谢哥老师 也谢谢嘉宏 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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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